其實在前一段時間 因為他如果說過生氣 是 他的爸爸 為了要去做工作 就還要回到守齡 是 所以有一天晚上 為了兩邊走 出了車禍 所以 小朋友當時是十歲 他跟媽媽講了一句話 以前你照過我 我現在有能力 我要照顧這個家 來 雅雯老師你好 我是邱彥慈 知道這次超級一種 我要來參加訓練 他不可以用這次的機會 給媽媽一個驚喜 媽媽平常是要照顧我和弟弟 晚上還要去買蔥油餅 差不多都沒有時間 可以放鬆 可以休息 去幫忙買蔥油餅的時候 才知道媽媽平常是真的辛苦 但是好 我也不知道 可以幫媽媽做什麼 才可以讓媽媽不要太累 我只能做自己分來的事情 讓媽媽不要太辛苦 每一天可以更開心 身體不痛快 就不要太不用說自己 希望可以點一首歌 請雅雯老師請給媽媽聽 當作是送給媽媽一個禮物 給媽媽一個驚喜 媽媽一個驚喜 謝謝雅雯老師 來 妹妹 你好 妹妹 你好 好棒耶 這麼小會寫信 來 來 妳上面說妳寫的是說 妳要幫媽媽賣蔥油餅 是嗎 對 為什麼 因為 她很辛苦 她很辛苦 那妳幾歲 十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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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歲妳會賣蔥油餅 我會夾 會幫媽媽做就對了 對不對 在哪裡賣蔥油餅 台北大學那裡 台北大學 好 爸爸呢 Pugo 我有看過他的資料 是 其實在前一段時間 因為她說過世紀 是 她的爸爸 為了要去做工作 就要回家 守齡 是 所以有一天晚上 為了兩邊要走 出了車禍 阿公 跟爸爸就差了一個禮拜 爸爸也走了 所以 小朋友 當時是十歲 他跟媽媽講了一句話 以前你叫過我 我現在有能力 我要照顧這個家 謝謝 十一歲的孩子 她說有能力要照顧這個廁所 妹妹 一天要賣多少蔥油餅才夠 六十個 六十個 六十個蔥油餅 這裡會回本對不對 六十個蔥油餅才會回本對不對 本錢嘛 那你現在一天賣可以賣幾個 現在一天可以賣幾個 不知道 很少 很少 有三十個嗎 有時候沒有到 有時候沒有到三十個 那其實 我們地點 再講一下 因為有很多很有愛心的朋友 大老遠會來 在台北大學 台北大學 今天三十個這個地方 這女兒 這樣幫你倒手 你有什麼話要對她說的嗎 她很懂事 幫她幫她加油一下 好 她很懂事 她十歲 十一歲就說要幫媽媽倒手 所以媽媽 我們對生活有什麼信心 因為這女兒 這女兒很幼稚 所以 妳對生活 又開始有信心起來 是不是 對 因為 其實以前一開始 我們來這邊的時候 並不是就在賣蔥油餅 我有在上班 本來在上班 那公司結束掉之後 我就想說要照顧小孩 那我就覺得做生意也是一個 就有辦法做生活的話 做生意也是一個 可以自己慢慢走過來 因為其實我也是上班族 是 那就變成說 這一路上 其實小孩子長大 我也沒想到說 學校的老師幫她抱 孝心講 十歲的孩子就孝心講 她可以說是所有的得獎人當中 年紀最小的 我們所有好朋友 我們問我們自己看看 我們今年幾歲 我們感到有優惠 有像這個孩子一樣 現在要貼心嗎 如果沒有我們就要趕緊 行程優惠不可以等 十歲的孩子 有辦法寫一張婦 來替媽媽找出路 來送口 媽媽本來也是有頭路的 但是因為公司結束了 他必須要自救 所以他賣了蔥油餅 但是一天不會有三十多 台北大學 朋友 我們當作的香腸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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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小孩子小小心願 想要出去玩 出去玩 對 那我跟他說 我們如果生意比較穩定了 那他暑假有空的話 可能再找他帶他過去 可是他很期待 可是他不會吵 是 好 貼心的讓人好心疼 很不敢 妹妹 彥池 雅雯阿姨招待你們去遊樂場玩 好不好 對 看你們想去哪裡 然後阿姨招待 看你們是不是要住宿 阿姨招待 你們所有的費用都阿姨招待 然後你就跟媽媽 然後全家一起同樂同歡 好不好 好 好喔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小孩要不上台 我希望他人生的道路當中 難免勇勇 但是永遠就要記住 一山一世界 如果人生絕對有希望 人生的無恙的可能 飄龍海山什麼 飄龍海山 來 謝謝 你們對得聽 來 謝謝盧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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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